来自刚刚闭幕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的数据显示 在这次广交会上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订单有所下滑 这是三月份出现贸易逆差后中国面临的另一次贸易形势 在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中 外贸这个龙头产业经过前一段持续的停滞不前 真正开始了反向拉动 对于已经习惯于贸易顺差的中共 这种不同寻常的贸易逆差都代表着什么呢 下面就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广交会网站周日公布 本届交易会出口成交355亿4000万美元 同比下降1.4% 其中对日本和东盟的成交同比分别下降了12.6%和6.5% 对欧盟和美国的成交同比分别下降了4.9%和0.5% 成交订单中三个月以内的短单占48.6% 三到六个月的中单占35.1% 因为外国的有竞争 中国的劳动工资提高了 成本也提高了 像越南这些国家 他们就有一些优势了 有些订单转到他们那儿去了 这个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你不能老靠低的劳动成本来做生意 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 上午开始一件好事 那意思平衡最好 没有顺差没有逆差 因为你要顺差别的国家就是逆差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导师段绍一指出 如果偶然出现逆差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长期逆差下去 那就更不利了 从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来看 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一直减缓 今年3月份的贸易数据 从1到2月份的23.6%放缓到10% 并出现了8亿8千万美元的贸易逆差 在拉动中国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中 外贸作为龙头 从延缓经济增长的节奏 演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拉动 中国因为是以廉价出口 鼓励出口 以出口为导向来带动经济 所以中国逆差在中国的出现 实际上是不太寻常的 中国基本上一直是享有这个顺差的 但是这个逆差的出现 实际上就说明中国的出口市场继续萎缩 在正常国家的话 顺差和逆差基本上是交替进行的 不会长期的顺差或长期的逆差 而中国实际上长期的顺差 为这个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公平 不过谢田也表示 中共不会允许贸易逆差的长期出现 很有可能用限制进口的方式来减少贸易逆差 谢田还指出 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已经造成了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而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外国债券 有报道指称 中国三月份出现贸易逆差 预示着内需回升 而实际上内需部分 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 中国人民的财富 已经被中共特权阶层给收刮得干净了 也被中国通货膨胀给吃掉了 所以它内需市场没有 基建投资泡沫即将破灭 而出口市场衰退 所以中国经济一定是陷入在停顿之中 美联社4月10号报道说 三月份单月的出口增幅 从前两个月的23.6%滑落至10% 这可能会给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人 带来更多的挑战 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公布的数据还不够真实 怀疑企业谎暴或政府篡改 香港券商临时控股董事总经理 宁长念说 根据已知的香港船运量 出口涨幅可能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宁长念表示 三月份的出口涨幅可能是2%或3% 而不是10% 谢田也指出 中国的贸易伙伴经济都在衰退 中国不可能在三月份 卖掉了这么多东西 谢田表示 真实数据披露出来的话 贸易逆差应该大得多